修正一下 因為之前一直以為就是說 比如說有重複資料 那應該是 我剛剛之前的認知是 應該是保留第一個 可是後來發現 實際上try的結果 應該是蓋過去的 對,所以應該是小三就贏了 應該是 它意思是一個 t t對了,它會蓋過去 所以為什麼知道 因為剛剛try一下發現 就是類似這樣 比如說我把什麼 把剛剛那個檔有沒有 我們剛剛那個檔是 就是學生的這個乘七 然後把它重新編輯 下面這個d小語 本來70分改80分 那如果說呢 後面的結果是有80分 那表示應該後面的 就把它蓋過去 OK,所以把它save一下 我剛剛試一下發現 應該就是這樣的結果 執行一下 底下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80分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看起來 應該是後者會把前者給覆蓋過去 但是其實這個dictionary 它第一個就是不允許有重複資料 這是可以理解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要重複資料 你可以用字典 但是串列就沒有這個功能了 他就是反正你重複資料 他就是不管 OK,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移除重複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字典的方式來做 就不會有重複資料 但是切記就是說 你後面增加的資料 會把秀的資料給蓋過去 所以這應該是複寫模式 OK 只是說它不會警告你 比如說跳出去 你說你有重複資料 會丟一個message告訴你 沒有 所以這也是麻煩的地方 不過不管 反正知道有這個原理原則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SQL line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 什麼叫SQL line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內建在那個 Python裡面的一個微型資料庫 那有點像是asset的資料庫 它是檔案型的 它不是所謂的server型 也就是說 第一個它是一個檔案 副檔名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取叫.db 比如說cursor01.db這樣的一個資料庫的檔案 有沒有 那這個檔案的話 它有幾點可能跟MySQL 或其他資料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它相對於其他資料就是它沒有一些安全性的設定 所以它沒有登錄沒有帳號密碼 然後沒有IP位置 就是一個檔案 你就把它開起來就好 第二個的話 可能你要跟其他程式共用的話 那就是有問題 因為它單期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如果你有比較共用的需求的話 那你可能要考慮 你就不能用SQL line 那你可以有沒有 最後也許 如果你可以用微軟的就像MS SQL 或者是比較大型甲骨文的Oracle 或者是說你想要用免費的 你就買SQL OK 你說免費的會不會不好用 其實不會 像MySQL已經夠強了 像我用了十幾年 我都還沒遇過它有壞掉的 反而我用那個要錢的微軟的 反而出狀況的機率還蠻高 突然資料就鎖住了 就黑掉了 就連不到了 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之前很怕用MS 不過最近新的版本好像問題有改善 你說像MySQL不用錢 那怎麼知道說它很低 第一個我自己用過 我覺得它幾乎沒什麼問題 第二個的話 各位應該知道淘寶吧 淘寶背後的資料不用哪一家的你知道嗎 其實絕大部分 各位數那個一個兩個吧 三個 人家是幾十個上百個 當然相對的就比較沒有掛掉的問題 像甚至的話 像Google Google的Server數量是百萬個 所以你會發現 所有的東西甚至放在Google 比放在自己電腦安全 因為它基本上資料不會有落實的問題 但你放你電腦的資料 哪一天你的硬碟掛掉 是非常有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隨時要備份 這也是必要的 那備份在哪裡 放雲端起來還不錯 只是說雲端上面現在慢慢要付錢了 好那再來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SQLite這個資料庫是屬於單機型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你將來希望把資料 放進資料庫 你可能要有一些概念 第一個 那你要怎麼樣建立資料庫 所以依如何新增資料庫 它就是一個檔案 如果是SQLite的話 第二個的話 你要怎麼樣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放資料之前要做什麼 第一個當然你要什麼 建立資料庫 再來的話要規劃什麼呢 規劃這個資料庫有幾個欄位 比如說你有一個姓名跟電話 那就兩個欄位 如果還有住址就多一個欄位 OK 那還有這個欄位裡面的形態是什麼 是放文字呢 還是放數字呢 還是放日期呢 這個你要給它形態的設定 如果你不曉得說應該放哪一個 最簡單你就放文字就好了 反正你數字放文字裡面 將來只要轉型就好了 那文字放文字也沒問題 日期放文字也可以 再把它取出來轉型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欄 或你實在都不知道什麼 你就萬用放文字就好了 有點像Excel Excel反正你放什麼都可以 現在的話慢慢因為這個資料庫的這個容量也夠了 還有那個速度跑的也快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懶得去想說放 我要放一個test就好 就文字 再來的話我們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OK 放一筆放多筆 其實將來如果說你會建資料庫建資料表之後 再來你只要學四個主要的功能 基本上就足夠應用了 哪四個呢 第一個 如何把資料寫進去 新增 有沒有 比如說你一筆資料寫進去 兩筆三筆就把資料放進去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把它查出來 所以新增查詢就是把它查出來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有資料多餘的 你就把它刪除 對不對 第四個的話呢 如果資料有錯誤 就把它修改 有沒有 所以哦 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如果你這四個功能會的話 那基本上就足夠了 因為我發現 有時候做一些系統 用來用去就是四個嘛 還有哪 還有第五個嗎 還有什麼嗎 有沒有 比如說你去領口罩好了 領口罩一樣 或者領三倍券一樣 第一個你要先預約就新增嘛 有一筆Raker嘛 OK 第二個你去領取的話 他做什麼 查詢嘛 查到有沒有 有你的 對不對 你領完之後的話 刪除嘛 有錯誤就修改嘛 還有什麼 不過刪除可能他會幫你 一般就是先丟到歷史資料 表示你什麼時候領取的 會有另外一個資料表 另外一個table 有沒有 把它放過去 把你在 那個未領取那個table 把它刪除 這樣我就完成了 背後其實就像run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就這樣嗎 有沒有很複雜 其實坦白講也沒有太複雜 OK 所以要怎麼建立資料庫 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就是常用的形態 integer 就顧名字吧 是 所謂的整數 然後呢 另外有小數點的話就double 或者叫real 另外的話還有tether 所以那個siccline的形態 提供的其實不賺太多 頂多呢 我記得可以用daytime 日期時間 但daytime的話呢 它回來好像也是文字 所以不如你就用文字就好 OK 好 那怎麼做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範本 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待會可以複製這個範本 42頁的這個部分 那裡面的話就是做我剛剛講 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建立資料庫 那我已經把它貼過來了 貼到這邊 所以請各位待會 可以先新增一個模組 按右鍵 新增模組 模組名稱也許叫什麼 siccline01 我這邊有建一個 然後就把剛剛的程式碼貼過來 裡面的話 將來也許你就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那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 一定是固定的 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建那個siccline資料庫 一定要引用一個叫siccline3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裡面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 我要建立資料庫的話 一定用connect 這個connect的話 其實顧名的連線 你想說連線 可是如果說它不存在的話怎麼辦 特別之外 它是自動辨識的 就如果那個資料庫不存在的話 它就幫你怎麼樣 建立這個檔案 在根目錄底下 那如果它已經存在的話 它就幫你連線 就這樣子 OK 所以你會看到 以前可能我們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那個檔案不存在的話 那我們要先建一個 如果存在的話 我就連線 可是這樣很麻煩 它一行成就搞定了 第二的話呢 那有資料庫嘛 裡面一定要有什麼 有點像這樣 然後一個資料庫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放很多的table 很多的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話呢 它一定是哪些欄位 所以我們後面這個地方 就會再建一個呢 com就是這個物件 就是資料庫的物件 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叫科色 那科色的話是什麼呢 科色的顧名就是 其實當然呢 若以英文的意思是游標 滑鼠的游標 可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這個科色 就我的理解 應該指的是這個 資料表 也就是 底下這個是建一個資料表的物件 資料庫 裡面有很多資料表 那再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我在利用這個資料表物件 做execute 可是execute之前 我會有一個叫seql string的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就是 你要跟資料庫溝通的一種語言 那個語言叫seql execute 有沒有就是execute 那我們讀的話叫seql 這個seql的話呢 就要跟那個資料庫溝通 跟他講說 你要幫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幫我在資料庫裡面 建一個資料表 那我有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名稱叫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串 create table 意思嘛 table就是資料表 幫我建一個資料表喔 後面這個敘述的話 就是為了萬一 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建 那資料表名稱叫什麼 叫table01 當然特別注意喔 這個if not exist 如果你不加的話 第一次呢會成功 第二次就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它存在了啊 存在了你不能再 除非說你加一個什麼 if not exist 這個敘述 不過特別注意喔 seql語法 雖然說 它是用各種的資料庫 反正你現在用seqlite 買seqlite 都通的 但是像這個語法 對 assets就不通了 我試過用assets 如果你這樣 if not exist 它看不懂 所以有一些語法 會通 像create table 哪個table名稱 但是這一創 好像就不通 那後面的話呢 這個是換行 我剛才把它delic了 後面的話 再加上什麼呢 瓜糊 欄位名稱 叫什麼 number 然後呢 tl 這個是 它的編號 這個是 形態的話 就是test 因為我講過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放什麼 你就放test 萬用 這個是最懶人的 以後不知道放什麼 用test就好了 只是取出來 你要轉型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但如果說裡面 確定是放數字 你就放數字 叫integer 如果是你有小數點的話 你就是放double 大概就這樣子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上面的敘述就是說 我要跟資料庫溝通 那我就丟給它 所以它看懂了 並且就幫我建了一個資料表 那再來的話 我做什麼 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底下 一樣 一個seqlite 就是語法 然後再execute 那什麼 你要跟它溝通 請你幫我放一筆資料 什麼資料 就是呢 放到哪一個資料表 insert into table01 values 就是裡面的值 就是什麼呢 特別之外 如果你這邊是test 那前後呢 請你加單引號 那後面的話就電話號碼 那你想說 老師 那單引號 為什麼這不能用雙引號 它很簡單 外面已經被用了 雙引號 所以裡面要用單引號 但是 你會發現書上 有些書上寫的 剛好顛倒 如果你外面用單引號的話 那怎麼辦 裡面就用雙引號 OK 這個是規則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就把1號的這個人 放進這裡面 然後把電話放進去 最後一樣execute execute 意思就是說 幫我做這件事情 就把這個訊息 告訴資料庫 然後他就幫你把資料放進去了 最後的話呢 就把連線停掉 然後有沒有 commiss 這個commiss 就是有點像 確認 確認 如果你沒有commiss 他可能暫時會放在暫存的table 但是他不會幫你把它寫到資料表裡面 所以commiss 這個意思一定要 有點像什麼 execute裡面的輸入公司要打勾 打勾 確認的 把資料放進去 最後停止連線 這樣的話 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什麼 沒有訊息 不過最好這邊加一個 print 那個什麼 寫入成功之類的 然後有個訊息 可能比較 好像 有一個互動 寫入 成功 這樣子 ok 那 再執行一下 不過已經寫入1了 如果把它變2 2的話呢 就是放什麼 01234 隨便 放678 反正就是 大概打一個電話號碼就可以了 執行 這樣第二筆了 寫入成功 那當然你還可以在第三筆 然後變第三筆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987 隨便 打個號碼 17 寫入成功 但問題來了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是不是寫入成功 寫到資料庫裡面 還有我的資料庫到底在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寫完東西喔 這個 Cursor01.db 放哪裡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src上面按右鍵 refresh一下 有沒有發現 Cursor01 Cursor01 就跳出來了 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在哪裡 在這邊會出現 OK 當然呢 預設是放在根部底下 所以如果將來你希望放在別的地方 你可以用絕對路徑 也是不會有問題的 OK 比如你放在低碟 放在1碟 其他地方當然可以 再來的話呢 到底我放了3筆資料進去 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可是問題啊 來點檔一下 哇 出現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能開啟 其實好像也可以看到一點點東西 但是好像又不是很有順序的 主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db的型態 你不能直接開啟 如果你要開啟的話 請各位就到那個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什麼呢 補充資料 這個可能要另外 再用一個叫SQLite Browser的層次喔 才能夠把它打開 補充資料裡面有一個叫 什麼SQLite Browser這個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把它解壓縮 這邊已經下載了 這個把它按右鍵喔 解壓縮致辭 那如果說你要開啟的話 你可以啊 SQLite Browser 在這裡 它也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有個open 這邊說你開啟的話 那我是把這些層次呢 放在我的哪裡呢 我的C疊底下 OK C疊底下的這個 Python的Workspace 2020 的test專案裡面 然後呢 程式放src 所以這個地方src 點進去 那你會看到這個 有個cursor01.db 你把它打開 特別注意喔 這邊就有 這個好像裡面好很多 table01在這裡 然後所以我把它 切到這個brows data 看一下 這好像是不是找到 我看一下我的路徑 我現在的路徑 我看一下是不是 找到別的 這個switch switch這個workspace 我看一下我的 我的workspace 這裡沒錯 這一個齁 我再開一下 那主要是要找到那個路徑 test 然後把src裡面的這個 這邊就出現 對應該是這裡 路徑可能剛剛 找到之前別的上課 你會發現我剛剛打的 table01的東西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總共有123 然後tl就電話號碼 就有這三個電話號碼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步 請各位 可以直接拿那個 雲端上面的範本 範本的位置 是在第42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可以直接把它複製貼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